大家好,这里是龙行户外,欢迎观看新一期视频 今天我们要说的这座城市是山东最宜区的城市 这里干净清爽却不闷热的天气 使得它成为了山东乃至全国最宜区的一座城市之一 但它却从来都不是热门旅游目的地 这里优美的环境,宁静整洁的世龙环境 比三亚更适合旅游度假 这里不仅有许多绝美的海岛 还有朴实醇厚的民俗风情 虽然这里没有小清新古浪雨 而充满异国风情倾倒的人山人海 却有着人气罕见的金沙滩 以及那宽阔无比,蔚蓝如尽的大海 除了海边城市特有的海鲜之外 因这里与日本韩国隔海相望 是中国大陆距离日本韩国最近的城市 在这里你可以品味到风格各异美食 这座城市便是隔渤海与东北相对的滨海小城威海 一山傍海,绚丽多姿的山海景观 诠释了它别具一格的风景 威海是中国最早与韩国通行的城市 在与韩国的长期的贸易交流中 使得威海各个角落无不侵透着韩国的国际气息 自1990年威海成为中国第一个国家卫生城市开始 威海就一直处在全国卫生城市之地 2016年至今 威海连续三年入榜 中国十家移居城市第二名 还曾获得了由联合国颁发的移居城市奖 如果你是一个爱旅游的人 那么威海绝对能够满足你对旅游的全部向往 锁在街上你会遇到韩国的漂亮姑娘和长腿欧巴 处处洋溢着韩潮的时尚 用心桃放开吃 一定能让你满载而归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